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Iris 这一期的Vlog会比较特别一点 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一周一个整体的花销 看看我们家现在两个人 四条猫 在温哥华一周的生活开销大概是多少钱 那这个数字肯定不是一个平均值 我记录的仅限于是衣食住行的基本开销 不包括那种买大件 买奢侈品 出去旅游 这种特殊性的消费 那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刚去买了杯咖啡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做指甲 我上次做的那个指甲没有用延长甲 用的是本甲 所以就特别容易断 已经断两根了 所以又重新约了一个 我现在刚刚到 今天就是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款式 整个是90刀加币 我现在在家里我现在要充电 刷了个牙 戴个帽子就出门了 就完全没有时间洗脸 所以我现在要洗个脸 然后准备敷个面膜 一会再去化妆 我今天是加拿大这边2月14号情人节嘛 我们晚上订了一个餐厅要去吃饭 一个润白盐的面膜 用的7点45 哇那炒的呀 对呀 我们7点出发差不多 这条裙子真的太紧了 鞋子准备穿这一双Sergé Rossi的一个小猫跟 进去要吃饭了 爱死 来 太想出来 太想出来 太想跑了 太想跑了 你怎么应该跑到最后 他会 jump 肌肉 我不能喝 你怎么by 那么再来 对呀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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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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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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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